中共为台军演 中华民国国安局长蔡敏燕 今天在国会备询指出 中共常态化了军演在施压台湾 扰动台海的情势 中共也在东海、南海等地区 侵扰周边国家的海空域 用意识在于扩张区域强权 国安局长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 截使中共霸权侵略 透过外交手段 形成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禁筑筹码 并持续在周边军事扩张 指出中共威逼台湾 仅是霸权扩张一部分 而520至今 共军发起两次联合力舰为台军演 立委关注后续可能的针对性军演 中共平常就有在做联合战备警循 他只要随便透过日常的联合战备警循 再给个代号 他就变成一个演示 国安局也示警 中共将联合战备警循常态化 每周一次的频率 派数十架军机越过中线与西南空域 船舰逼近台湾24海里 并有登陆舰加入演习 他的登陆舰参加联合战备警循 大概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熟悉那个航渡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部分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 更熟悉整个台海的作业的环境 另外还有要注意的就是 他的联合战备警循已经开始出现 有一些夜间的联合战备警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出现 国安局报告也提到 中国内部问题升高 人民担忧经济前景 闭关情绪不断上升 此刻中共仍不断扩张 引起国际反制 在区域局势埋下不稳定因素 新访问 林家伟 刘兹营 台湾推报导 台湾推报导 树斯小姐